国内房价涨势就像百米赛跑 新北板桥永和新店三重 四驱的预售屋单价 直奔市区蛋黄的百万价 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压得小老百姓喘不过气 因为一两年前好像没那么高 所以觉得涨太多 因为我自己想要在台北自财 可是我买不太起 首都北市一房难求 就算自备款购 找银行贷款也不轻松 因为放款逼近满水位 银行现贷力扩大 关股银像是土银合库公告的 房贷最高利率区间 已出现三次投 一银最高值更一度冲破4% 有些银行是以价质量的方式 来降低一些过滤的这些麻烦 贷不到钱的状况 或者要用比较高的代价 才能得到房屋贷款的机会 可能会越来越高 房贷利率提高 首购房贷足首当其冲 缴席门槛拉高 进场或不进场 都是痛苦 以最低薪资来讲 对于年轻人来讲 要买房真的太困难 对比联贞中心 2015年第一季 与今年同期资料发现 今年第一季 30岁以下 年轻房贷足 平均建估值 约1160万元 与10年前的 792万元相比 现在年轻人 负担增加了368万元 重点来了 今年人均月薪 比起2015年同期的 三万八千五百三十元 只提高七千五百四十三元 伦敦那边的房价 会跟我们差很多 那边是一礼拜再付房租 然后一个礼拜 大概要三万多台币 但也要看薪水的问题 可能伦敦的薪水 可能生活就不会这么困难 但是台湾薪水 又就是另外一回事 难以回去的高房价 要怎么买得起 恐怕还是年轻人心中 最大的声音 三地线城市 李嘉倩台北报道